大家好 我是VKH 今天就是這個前目者牌組 其實很久以前一直有人問我 你是新玩家 或者是剛才回來 之前就玩過一段時間 問有什麼牌組推薦 基本上對我來說 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 真的想有強度 而且比較容易上手的話 我通常比較推薦潛伏者牌組 剛才這個潛伏者 無論怎樣變都好 玩法都不會差很遠 只要有一兩張新牌 但其實都很少會有新的更新 通常都會是上個版本 或者差不多 潛伏者牌組的主要玩法 就是潛伏者攻擊的時候 如果你牌組最上方是潛伏的牌 就會觸發潛伏 令到所有潛伏者的單位加一攻 當然還有其他加攻的方法 不過目前主要是這樣 可以不斷地拿小單位攻擊 而且每個小單位都超高攻擊力 比較重要的地方 就是每個回合 潛伏只可以觸發一次 所以就算你可以有辦法 發動硬的攻擊 也好 回合都可以觸發一次潛伏 所以通常如果要發動硬的攻擊 通常都是等對手進攻回合 才來發動硬的攻擊 這個牌組為何比較推薦新手 首先第一 是不需要太多複雜的技巧 首先你做的就是 自援小潛伏者單位攻擊 然後中期 自援中期的潛伏者單位攻擊 後期 可以自援很多潛伏者單位 潛伏攻擊 也或者觸發個秘箭的合法術 攻擊 其實也不是很難理解的 超級角色有單位有攻擊 不用特別去解除 因為解除是對面負責的事 你只是所需要做的事 只是不斷地攻擊 首先第一個原因就是容易上手 第二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潛伏者有一定的強度 基本上他由出到現在 雖然說中間有少少射過來 但其實他的效果也是這樣 也是蠻厲害的 潛伏效果 就算怎樣射都好 也一定不能力 為什麼比較推薦新手呢 如果你新手不需要使用這個牌組 而你想要一副牌組 就可以由你 當你集齊這個牌組的卡 就可以用到尾 都比較推薦這個牌組 老實說 他的牌組 由一開始到二一都沒有怎麼轉過 首先那些英雄 兩個都是潛伏者 其實卡組全部都是潛伏者 連白鎖也大部分都是潛伏者 為什麼呢 這個牌組的主要目的就是 雖然就是上一個牌組裡面 全部都是潛伏者 那我就可以提高觸發潛伏者 的機率 其他有些 不是潛伏的單位 其實都可以自己換 其實最主要都是 在中間鎖的卡 都是潛伏效果 所以如果新手 當集齊這副卡牌 其實都很容易說上手 有一定強度的卡牌 就要爬下去 那當然這個牌組 很好吃的 首先你前期一定有小的潛伏單位 最好就是先攻 如果你是先攻擊的話 你T1召喚一費潛伏 然後T2 就用發動牙攻擊的潛伏效果 就可以做到有 這個就是最順的潛伏節奏 如果你剛好可以是 派到最上方的雷鵝殺 就可以盡量加多一攻擊力 那是蠻好用的 剛才派組簡單 然後 剛才派組簡單 有了頂強度 這就是我KG新玩家的派組 至於回鍋 現在你只看一個T1 list 難怪就 因為你都不知道 因為你回鍋玩家 可能你一定的思緣 難怪就 可能都是看你上網 什麼類型卡組 如果不行 如果你在我Youtube的影片 都逐一逐一看 那你就複製牌組代替 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是回鍋玩家 但每個人去玩卡牌遊戲 目的都不同 有些可能為了一個牌組的好玩 就是娛樂道 有些人是為了一個牌組的強盪 想爬崩 有些人純粹過來偶心人 好像我這樣 可能為這個牌組 可能砌牌組的方式都不同 所以很難自己跟你說 你適合什麼牌組 如果你想的話 就看其他不同類型的牌組 說真的 這個牌組適不適合你 可能自己的事也知道 可能新手玩家 可能比較在意 他能否贏 或是因為想贏了 才可以繼續享受這個遊戲 如果你前期已經不斷輸過 我相信你應該很快就D-Game了 所以新手玩家 還有這個 那迴波玩家 當然啦 你也可以的 我相信大部分人玩的 是想贏的 所以你可以嘗試一下 這個前期牌組 就是這樣啦 至於其他 有可能在接著玩的玩家 如果你見到有些不同的新玩家 有一個玩家 回來這個遊戲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也可以推薦一個 你認識他們的牌組 新玩家 或者是回報玩家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 都可能在留言區留言 相信我 看到也會去解答你的 也有不少觀眾也會幫忙解答 所以不用怕走 如果有任何問題就問你 都可以了 隊長 來得利派組 嘩 沒有 不是法律術德 沒有雪崩 AOE比較少 可以的 但是比較差的就是 我不是先攻 如果先攻的話 可以T1 氣勁班學 然後T2 魚群發動牙的攻擊 這樣就比較可惜 現在就 希望找到 潛伏者 這些潛伏者 找過兩桂的 因為魚群手上有 那就不用了 OK 有一個派 一換1 嗯 算好了 沒有一堆 發動一下攻擊 都沒有了 還有這個弱勢比較想留給 勾對面的單位出來 現在就等隊 這個 草叢有了 草叢 嗯 嗯 魚匹必要 就不需要特別解 他 但是 我是一個潛伏派組 所以 都是等隊 解 OK 變色龍 應該變色龍的 威脅比較大 就是勾他出來 下回合可能 可以召喚英雄出來 因為 下回合可能 可以召喚英雄出來 都不錯 然後就 塞個柏克下去 然後 就會變成 魔王死亡的柏克 OK 是這個小鳥 正在等下 死掉小鳥 但是 都還好啦 應該 其實這個泡 好像 折走一些 崩了 這個手上 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 比較多 五費單位 六費單位 這裡可以抵制 我真的沒有了 OK沒有抵制 下回合就是六費 六費前陸者 拿個萬來敲對面 OK 換回合 太早比較麻煩的牌 這個幼長 有少許 有少許 血 對面 不會突然有個五 功的單位 解到我這個 不是 對面 不會有個五功單位 解到這個五功 不像五血的單位 喔 流沙陷阱 OK 補一點血 喔 不萬塊 有一個派 不需要特別加 不需要特別加 三費解 這個兩費解 因為 他應該都覺得 我已經沒有什麼 一血單位 所以就這樣用 用了一血單位 應該是前幾 用了 現在自換這個 木木 八功的時候 會有 八坦加蠻力 現在只有六功 下回合都 攻擊 觸發前 也不是雷歐殺 只有七功 這樣比較尷尬 來得麗有 希望有雷歐殺 我排核 OK 但也可以接觸 就當一個七功單位攻擊 那就是 沒有人不行 OK 留下地升級 留下地升級 放手回合 留下地升級 力量不大 扣 進攻的時候 威力比較大 現在還是我進攻回合 現在 有這麼多 大 大的潛履單位 那就是我攻擊 那個 其他 也不攻擊 下回合就有機會找到對面 防谷 手上應該沒有抵制 抵制單位也沒有 可以用4塊魔藥死域 一會再給戰 GG 對手頂不住了 就是這樣了 全部派組 �羅 1 2 1 2 2 3 2